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一棵呢 是一个铁马鞭 尤其像铁马鞭这样的植物 根茎部分呢 尽量的少去扰动它 有点伤口就不让阿哥就往吃水河浮烂 这个姿态肯定会比较好看 这个形态就差不多了 先把它入盆种进去 所以有的盆景好不好 不是说是看到一个桩子 养了一个桩子 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要自己来做 咱们配这个盆团一定是要透气的 河沙还有些营养土配到一块 它就会长得很好 把这根就可以剪掉它 先放养它不剪它 这些枝条都需要放养一段时间 给这个刚才剪的那个伤口这个地方呢 涂上一点伤口气 书液也洗一下 把水给它浇透了 这个姿态显然比刚才那个姿态 我觉得是更有意思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共同成长